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创业门诊 我们的嘉宾是北极光创投的创始人 董事总经理邓峰先生 谢谢您的时间 创业家杂志社的创始人 社长牛文文先生 谢谢 介绍一下 就是牛文文也是一位创业者 已经创业了一年半的时间 他说正在一个坎上 所以我们特地邀请他来做评论员 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 是来自于第一个赛季的 赢在中国的亚军周宇 可能大家都还记得他 他遇到的问题是说 想要在得到更多市场份额的同时 利润还不能削减 那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周宇 我是香港体会国际时尚 用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创始人 我们的大陆总部设在山东北方高新区 我们的产品主要包括女士的胸衣 时尚家居服 调整苏生衣 我们现在的核心竞争力 很多人都说是品牌 但是我们更关注品牌背后的支撑点 一个是设计 一个是渠道 2003年的时候 我们和这个意大利设计师合作 能让一些国际的流行趋势来主导我们设计 产品质量已经能达到国内乃至国际上 一线品牌的质量了 怎么讲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也将近500人了 给我们的社区也好 国家也好 解决500人的就业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的社会价值 所以你们俩下次再开会 把这个预警加进 万一你做不到位 怎么提前往上报 我们的中高层的团队 三分之二可以说都是老员工 三分之一都是我们新引进的员工 我觉得这个新老结合 才能够让企业乱得成功 我们股权联系统现在主要是两大块 就一块是我自己手里的 还有块是这个风险投资手里的 假如我们企业上市 我们会拿出一定的比例分给团队 我现在最大的难题在哪 你说我想要更多的市场份额 但是怎么样子又能够不通过我削减利润 能够达到 因为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比如说今年利润很高地增长上去了 但是市场份额就会有一些增长的缓慢 要么比如说市场份额增长得很高很快 但是利润增长得不行 这个度怎么样的把握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考虑的 我们谢谢周宇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验 谢谢你 欢迎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我觉得这个操作层面上我的问题不大 我心理问题比较大 什么心理毛病 我属于那种从小比较要强的那种人 你看李延宏才比我们大几岁 多牛 你看人家那白的 你看我们 这个零花钱不缺 我们实话说 但是他有急 因为今天39了马上40了 总觉得这个步子还不走得太慢 现在是快和慢的 急是吧 对 现在就急 我现在就是快和慢 急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在管理上 前两天失眠 你除了跟李延宏比还跟谁比 反正就和年轻的一代比一比 年轻的一代比了 李延宏张周阳 马云也大不了 这个一点意义也没有 这个你太秀了 这个我特不喜欢创业者 我直接说 不 没关系 我喜欢你 不是 我就说 咱们不能这么秀 咱不是已经在中国了 咱现在是在创业门诊 不是 不是 你有没有真问题 不是 宁老师 我们能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 就是你说你跟李延宏比 这个一点意义也没有 不是 不是 每个人 你应该跟你行业里的人 说我现在做到这么大了 我应该做到 我现在我不会说跟马 然后宁老师 我给你讲一下 因为你是做创业家杂志的 对 你关心一下创业者 有时候创业者经常 他会在一起反思 比如说这个人 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物 我知道 我实在是这么个意思 但我觉得你今天 这玩我们 不是真 我现在苦恼的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是有风险投资进来的 当然他最好是希望 我能够什么呢 双增长 凭我目前 有时候很难做到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可能是因为有了风险投资之后 对 他现在要去扩张 扩张的时候 他发现虽然营业额如果上的话 他的利润并没有上多少 或者本没上 有的时候确实是 你当到了一定规模之后 你要再想把营业额冲上去 你可能利润下来 对 那肯定的 完了你再上去以后 再会有一个利润 你是困惑的 投资人对你的压力过大 或者说对你的希望过高 你又实现不了 就是说你没拿钱和 拿了钱以后 压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具体而言是什么样子 一讲你又说我做秀 我是想 因为他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要做 我就想把它做得更加完美 我做创业我可能能明白一点 他实际上把两个 一个具体的战术问题 和一个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混在一起 你的具体的战术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怎么能够 在增加我销售额的时候 利润也可能增加 对 对吧 但是同时 因为这个你没有达到 你心里很着急 因为你岁数也比较大 别人为什么能做到 我做不到 对 周宇 你是常常跟人家这样比呢 还是说就是偶尔的 有时候跟大家聊起来 喝一下酒 我小时候就喜欢比 就一直就比到今天 其实我是很要强的一个人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 他今天的最大的问题 还真的不是别的问题 我语中心长地跟你说一下 周宇 真的 就是从你进演播室 你看看你的身体语言 一直就是没做证过 我给导演讲过的 我去年刚出的车 我是追肩盘突出 不是那个腰肩盘突出 和不出处的问题 就是说你是由内到外的 急火攻心 谢谢 是吧 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 急火攻心的人 把这样一个企业 去管理的比较平稳 顺利 有勇 有谋 有略的 这样去发展 去比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 我都觉得是非常可笑 你本来就是一棵树 你非要说那个河流的那么好看 我要去做那条河 泥滴水也做不了 联宏是什么公司 这个搜索技术为突破口的公司 如果你跟一个零售行业比 我们都还是可以 跟服装行业比 我们就也可以 跟内衣行业比 我们也都可以 你甚至跟沃尔玛比 我都觉得很理解 因为沃尔玛是几乎上 是靠一个信息行业来 是吧 在真正的后台 前面哪个会台上 有多少库存缺了 我们赶紧补充上 这样的比法都可以的 但是你跟这样一个 富豪榜的这样前几位 我估计你也跟马云啊 或者什么 心里也都暗暗地比过 没有没有没有 你老实的 你有脸红长得帅吗 没有没有没有 人哪 其实一个特别大的误区 就是特别爱跟他比 你凭什么我不如他 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 就不如他呢 登峰把美国公司卖了 几十个亿美元 回来之后做创投 我还在这儿做主持人 你说我哪一点比他差 哪一点都比我差 你说我说这样的话 可不可笑 你说是一个杯子重要呢 还是一支笔重要 都重要 在笑的时候都重要 我周语就是我 李彦宏 有李彦宏比不上我的地方 让李彦宏来做凶兆 他不会 人只能跟自己的过去比 是不是进步了 是不是提升了 然后跟你的竞争行业比 但是跟竞争行业比的话 有的人说一定要做老大 其实我觉得做老二 老三老四 这是一个生态系统 都是做老大的话 哪有老二老三呢 我倒也不认为你是做秀 但是他这个问题的确是由他的这样一个火急火燎的这样一个心情引起来的 这个链内功真是一个磨熬的时候 你不能够心急的 你心急焦虑 什么都变形 都变形了 动作变形 这个零售行业就是慢慢一点点积累 一点点做出来的 你这时候你不能按照IT行业的速度去往前冲的 你现在收入又多少 就销售收入是吧 对 全联的 我这个不好说 因为我以前可以说 因为现在我不那个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将近八千来万 利润率有多高 这个 这个就是 大点 反正过得蛮好的 过得蛮好 我单独告诉你 因为 我因为这个 在你那个行业里 你的那个利润率是高的中的还是低的 这个可以说吧 应该是中的中的中的 再简单地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你产品的定位啊 然后你的客户群是谁好吗 胸衣的定位 二线城市的这个白领 或者说公务员比较多 你目前去到的是什么样的 直营 还有一个就是加门 大概多少直营多少加门 直营的话 30加左右 加门的话 大概要有将近这个 300来加左右 在多少时间发展到300加 我这十几年了才这么多加 你市场加油率有多少现在 要整个要以全国来说的话 肯定不是说太大 因为第一 我们全国市场 没有全面的铺开嘛 如果这么说 市场加油率还是很小的 应该是个位数是吧 但是要在重点市场的话 我们就相对来说 是很高 薄弱的市场就不行 两极分化的厉害 你们有没有测试过敏感度 比如说价格往下一降 市场是不是就扩大了 时尚消费品来说的话 这一件衣服的话要卖到 比如说平均价位是在150 180 涨个20块钱 10块钱都没关系的 这样反而不好 随着销售份额往上增了后 大概主要就是一个 广告费的支出增高了 还有一个团队 它也会有个培养期嘛 就是这两块的支出 会稍微的大一些 一家店的这个 平均的销售额和利润能够多长 5到10万一个月有 但是一般你在开直营店的时候 会有一个养店的过程 就是你这个店啊 你要开到 有这1500个会员以后 就你的小日子会很好过 多少时间能到1500会员 比如说在一个二线城市里头 6到8个月 6到8个月 所以说到6到8个月 你基本能够支平了就是吧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开始盈利什么的 只要买东西 他申请就可以成为你会员 还是说你有其他一些方法 买东西就可以成为会员 周宇啊 那个你还记得 当时马云让你少开店 开好店 还记得吗 我记得记得 记得 那你后来 拿马云在中国的这个投资之后 你的店是开多了 还是开少了 肯定要比以前稍微多一点 多了多少吧 大概多了50来家吧 也就 都是直营吗 也有些加盟的 直销店也多了多少家 也就多了十几家吧 加盟店也就不过多了四十几家吧 但是我那边就多推出个 那速生意的品牌 应该说 多开店是多挣钱 对不对 你多开店还少挣钱了 是这个感觉吧 不是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就是你一个企业 假如你现金流 十分的充足 团队也很好 盈利模式也很好 那我认为应该是什么呢 多开店 你反之应该是少开店 我觉得你不能说 这个多开店好 还是少开店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太有点绝对化了 按道理讲 你扩大到规模以后 你只要一段时间 你的利入率就会回来 你不过是投资期 对吧 你说不管打广告也罢 不管团队增加 把店子稍微投入 开店也罢 因为你的成本增加 所以摊低了你的利入率 那你收入会拉上来的 你还会保证一个利入率的 不同规模的企业 有不同规模的利入率 小的时候 小规模的企业 利入率肯定要高 大到一定规模 你下达到几百以上企业的规模 那利入率就不会那么高 零售企业 如果一旦做连锁 连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连锁特别是加盟 管理很困难 当你到了一定规模 你就上不去了 怎么样能够突破呢 我感觉你这东西 对价格不敏感的 你现在市场资料率又很低 假如你的设计定位上 明确的定位 满足某一类客户的需求 这某一类客户又是增长很快 或者这个地方是 你经济又看不到 你可以增长你的市场增长率 那在这个 是你所处的行业 真正找到 就是说特别特别的 有定位设计很好很好 也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你这件做得好 别的那件做得好 第二个呢 需要提高的是效率 在同样的收入额情况下 你可能能够把你利润提高 那换句话来说 你在增加收入额的时候 你利润就不降低了 这效率包括 你设计一个产品 多少天进到市场 包括你的后台系统怎么样 你的供货商的管理 怎么怎么样 对你渠道的管理怎么样 你有没有很好的IT系统 一个人管三家 可能一个人管三十家 可能管不了 你要建立一套 很好的IT系统 数字说话 然后你就明确地知道 这个地方货都快买 完了 我要补货 那个地方可能还多着 什么样的卖得快 什么样的卖得不快 卖了多少天以后 根据我库存还剩多少量 我要决定我降不降价 你要老不降 你这时候就是压在库里头 像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是说 通过系统管理人员的培训 增加你的 这公司的管理水平 提高 才能够提高 说你能够再扩张 你对五十家直营店 和三百家加盟店的 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 后台处理系统 都分别是什么样子 我基本上 我都是事业部职 因为我是总经理 你比如说直营部 他直营部去完全负责 这个加盟部就是加盟部去负责 然后接下来 我给他们一定的人事权 财务权 其实最关键作为企业成功 是在你精细的执行上 特别是这种零售行业 基本上来说 你的每一个利率 纯利的百分点 或者半个百分点 都是精细地抠出来 你要看别的连锁店 做得好怎么做 像儒家汉庭 像百利等等 百利是做得非常好 你要仔细研究 他们内部的管理 它是有很多很多 很细小的 在执行上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建议 电子商务和这个catalog 或者说叫这个家业的 这种东西 这块我是觉得 有很大的机会 电子商务 因为它的平台的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一步到消费者 效率比较高 而且这东西不是说 你想做不想做 在今后几年 中国的很多 传统的零售商业 都要提供 电子商务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在这上加力的话 加大力的话 你可能超过你的竞争 如果你慢的话 你能够的竞争手超过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 进攻这些防守的东西 你必须得做 但这块确实是 给企业的效率提高 这个我们做了 其实邓峰给你的 三条非常好的建议 你记下来 我怕你忘了 第一个的话 你回去梳理一下 你的管理的方式 你看你的管理方式 是不是有足够的效率 像他说的 像这样的零售行业的话 一分钱一分钱 都是抠出来的 比如说你在制造过程里面 是不是有地方是浪费了 或者有的地方 供货链太长了 或者有些地方的 管理的绩效不到 为人家偷懒了 或者员工的机器 是不是没有调动起来了 这都是可以 内部挖钱的地方 第二的话 你刚才说百利做得很好 大面上你绝对是都懂的 你一定要去看 它哪些细节 比你做得好 细节就是杀手键 做它一两个 到你这里面来 你能迅速地 能够跟它找回来 这样一个差距 但是如果你这么 急吼吼的心态 你根本看不见 那个精妙的细节在哪里 第三点 电子商务 现在B2C的电子商务 真是如火如荼 未来企业根本分不出 是说传统行业 还是互联网行业 你都要用电子商务 这样一个 少租金的这样一个手段 来发展你的企业 幸亏你在一年以前 已经开始了 邓锋已经回答得非常好 但我认为 这个东西是其次的 首先一个人 生活也好 创业也好 首先应该一个 非常健康的 不是说正确的 我觉得应该是 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真的不要乱比 一比呀 就比得火气火了 然后就失眠 你说你失忆晚上眠 第二天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你先回去 调理这个 你周宇 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谁也跟你比不了 你跟谁也比不了 好 你现在说是好 但我不认为 你心里是负气了 因为你的眉头 还是紧皱着 他这个人 这个长得他这样的 就没有办法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正确的 我今天上那个游蜜网 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我还说 我怎么一讲话 就是这个苦大仇深的状 真的 我这人还是比较 诚实的一个人 有什么说什么 我说 你觉得我们刚才 跟你说的这些 对你有点帮助吗 有有有 我都记下来了 最后我想送你两个词 一个词是往小的 看的是细节 再一个是往大的 说的是胸怀 有了非常宽广的胸怀之后 你才能心态 比较平和 比较平静 你才不会去乱比 你会更注重在 不是结果 而是在过程当中 再把自己完善的过程当中 带给你快乐 对 他这个过程说得非常好 就说我周宇 一个以前 十分频繁普通的一个人 已经能够为国家 创造500个就业机会 我从一个小企业 能管到一个中型的企业 就到我60的时候 我管800人 然后已经把我这样一个人的 个人的潜能和价值 发挥到最大 你已经给社会做很大的贡献了 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周宇 你这么急火火地干什么 好好的走 谢谢三哥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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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